我们上课过程也比较快乐和好吃 我是来自湖北经济学院 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 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们这个专业学习的东西有很多 食操方面主要学习中西式面点 冷盘与雕刻 土菜 西餐工艺设计和各种菜品制作 食操课程是我们专业的一部分 我们也有很多理论课程 这学期我们每周有12节课去实践做菜 我们学校有一整栋实验楼给我们作为实验室 有中式厨房 还有西式餐厅等 当初抱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 主要是因为自己本身就对吃比较感兴 这个专业我感觉也会很有意思 不管以后如何 至少我们学到了一项特别有用的技能 我对我们这个专业还是挺感兴趣的 我的厨艺还不错 放在家的时候也会跟家人做做饭 这个过程就很有成就感